当地时间5月12号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来到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附近的陶树市 参访三一重工美国公司总部 在三一重工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道格·弗瑞森以及当地政府官员的陪同下 秦刚参观了三一工厂的组装线并与工人交谈 在工作人员指导下 秦刚还为挖掘机安装零件并试驾插车 进入车间前 走廊里几幅复仇仇者联盟电影海报引起参观者的兴趣 弗瑞森介绍说 电影中的总部就是在该住厂房拍摄的 秦刚笑称 这是个很好的卖点 当然今天我们来这里不是复仇 而是努力 在组装区域 秦刚与身着红色服装的美方工人胡安·卡洛斯攀谈起来 秦刚沿着组装线一路参观 听取美方高管和工人讲解 并不时提问 公司运营总监布雷特介绍说 美国各州基建需求巨大 如联邦政府能尽早通过基建法案 将为工程机械带来巨大市场机遇 同时 美政府对中国的产品 施加25%税率的301关税 导致进口部件成本上升 公司不得不采取一些额外措施 弥补不利影响 参观完组装流水线 秦刚来到一辆挖掘机前 在工作人员指导下 为其安装并拧紧最后一颗零件 现场发出一阵掌声 秦刚在向工人们发表极喜讲话时提到 在回答现场记者提问时 秦刚说 今天大家在三一工厂的所见所闻 就是中美双方可以实现合作共赢的鲜活势力 访问行程即将结束 一辆叉车已经停在厂房外 三一工厂的工作人员邀请秦刚试驾查车 秦刚欣然接受邀请 仔细了解驾驶要领后 他发动机器 驾驶车辆稳稳向前驶去 手握方向盘的秦刚说 动力很充足 平稳舒适 设论